它这个要12件,其实这个平衡很小,宽度只有3.1,3.1我们打一个引线,然后长度高了2.5 3.1我们留一毫米,留一毫米的中间留一毫米,那就是4.1平移一下,4.1,一次就可以了,平一次就好了,然后送程序码 诶,圆这里开始,那是这里开始,啊,轨迹跳步,然后升程三倍代码,送两个,送一这个两个数就可以了, 不够了 升程三倍代码,3,然后呢,然后你看是要不要停下来啊,你想停下来的,它就有,就打暂停符,如果没有,你不想让它停下来,那就所有的停止啊,暂停符全部要删掉 那么,其实我们有第一件就够了啊,第二件你不要,但是我们需要这个空走的这一段数,把这个断停也删掉 然后这里面就没有暂停符了啊,你想搁的话,你想循环多了,我们,它不是要12件吗,我们循环12件 那么呢,我们不想停下来的话,那里面的所有的暂停符啊,还有停止符,全部要删掉,然后保存 然后再存在油盘啊,就是这样做的,这一件我们需要一件,然后走,还需要一件是空走的这个,你手边也可以啊,这段数你可以手边 没有问题的啊,手边也可以,但是你如果不像那样的停下来,你就必须停止符,暂停符全部要删掉,你如果说是第一件割完了啊,割一件,如果你要 剪一件的话,那就需要打断停了 那我这个就无所谓了,二次后的 停不停,我就不让它停下来,因为我还要穿丝,就那个 另外一个要穿丝的啊,这个要穿丝的,没多厚,十五,六厚,十六厚吧 这一孔多大,两厘大的 所以说我就不停下来,让它一直割完了 这中间偶尔要看一下,防止它掉下去,倒在墨丝上面 这个宽度不是3.1吗,我们摇到大概4点几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到边还要留一点,我们留的是2.5的这个 引线啊,留一毫米,让它空性 然后我们把程序保存过来 3 加工 然后 把这个循环加工 要不12件吗,那我们就搞到12件就好了 就这样 开始加工 开始加工 开始加工,后面它加工程运,你是看不到的 它割一键会有显示,割一键有显示,这样的 开始 这里面没有断停啊,它会一直割 所以要注意一下,要看一看度 这个比我20伏 不要割那么快 看 这么大的吗 这个不会停下来,然后割完了它会可能会堆在那里,所以割的时候要 看一看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这个程序虽然有结束符啊,但是它没割完,循环没有割完,没有加工完的时候 这个结束符是不效的 因为我们的程序里 没有结束符 除非它是循环完成 可以 这个是多少 第三键 第三键 第三键它还有 这是十二,十一,这是第十 十次 一个程序走完了 才算一次 这本来 可以说要注意 到时候它走完了割完了以后呢,小心它割到什么样子吧 可以 尤其是这个 它们的间距比较长的手 这种小的手 只要它只要不打到木丝 不要搭在上面 我就懒得管 程序全部走完了以后就会停下来,那要注意它这个程序会全部走完,所以这个后面这个 终止对刀 相当于终止对刀,这一段它也会走 这样就终止 好 好 好